110年度吉安乡长杯桌球锦标赛 日前在宜昌国小热闹登场了 来自全县400多位的桌球好手 齐聚一堂同场挥汉 展开激烈的竞赛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为活动开球 一个撒球过来立刻反拍回击 飞快节奏让人看得紧张又刺激 吉安乡110年度乡长杯桌球锦标赛 日前在宜昌国小激烈展开 汇集全县400多位 小从6岁老到75岁的桌球好手 齐聚一堂同场挥汉竞赛 今年我们110年的乡长杯 我们总共有63队参加 组别分别为长青组 社会组 国小中年级组 国小高年级组 我们这次的比赛因为有包括 长青跟国小中年级组 中年级组就包括国小的一二年级 所以我们最年轻是国小一年级 目前这次报名长青最老的是 年级最长的是77岁 吉安乡长优苏珍也亲自到场 拿起球派为整场活动揭开序幕 运动乐活快乐分享 我们年级在吉安健康的一个成长 63队的队伍吉安乡欢迎大家 我们希望它是传承延伸 今年的桌球赛第三年的举行 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 一起来吉安乙球会员 这次的乡长杯桌球锦标赛是北昌桌球运动协会 与吉福桌球协会共同主办 乡长游淑珍也表示 运动部分年龄与族群 他与所有球友相约明年再会 再次感受桌球魅力 落实地方健康 促进幸福共好 记者徐立琴吉安乡报道